在完成大學3年的課程後 從系上得知能夠實習的機會 我當時便決定要出來實習 而當時是因為想說在大學也都覺得差不多了 想說先出來工作看看 來決定要從事什麼行業 而在大事上的時候呢 系上也辦了一場說明會 重點有許多公司來明星找想要去實習的學生 而我當時也有參加這場說明會 在聽完之後當時便決定來到巨翔企業來看看 而巨翔企業呢則是一間 精密連續衝模設計製造還有生產的企業 他們是秉持著一步一腳印 以滿足客戶需求為導向的一間 他們的目標是百年企業啦 不會打了一半的 我當時便決定來這張公司實習 在我實習的過程中呢 有承認感是當時還是覺得還不錯 而工作內容也都挺有趣的 像是 像是我們有在熟悉衝床設備的作用原理及操作 還有 然後中間還有我們自己打出來的產品 也要自行檢查說看有沒有點傷啊 或是什麼傷 或是什麼傷口之類的 而我的 在中間有碰到許多困難的話 都是有時候像是可能會找師傅 或找其他前輩來幫忙 幫忙學習這樣子 而在這次實習中我也學到了蠻多 我就是有剛剛講的像是衝衝的操作 還有如何判斷一些產品的 的東西 還有像是一些模具 跟模具有關的知識 都是在學校學不到的 還有一些機械材料的認識 這樣子 而 校外實習跟學校不同的地方在於是 在學校都在上課啦 然後在校外實習就像是在工作 比較沒有像是在學校一樣 一直坐在那裡的感覺 而是有在努力上班的Fu啦 反正就是提早進入職場然後並規劃啦 這樣子 呃 就 我最後差不多 因為時間快到了 最後的心得就是 雖然說 在這半年的實習 雖然說覺得很辛苦 但是也過得蠻充實的 也學到了蠻多 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我這一次的實習心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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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